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由公司配對 到職前培訓 甚至到在職培訓 這一條龍的服務 其實都很有心地 為我們剛剛畢業的學生去思考 絕對是有幫助的 因為我之前是音樂系 很少會接觸到幼稚園這個學業 他講一些關於幼兒藝術的理論 或者教學方法 以及關於幼稚園運作的資料 讓我們了解多些 關於幼兒學業的資訊 在課堂上都運用過一些吉他 去教他們一些音樂 我試過加入一些肢體力頓的遊戲 他們在聽音樂的時候 他們真的會自己想像到一些動作出來 所以我覺得吉他可以幫助到他們更有趣 讓他們在身體上有更多的玩法 或者創造 都學了很多東西 發現自己有很多東西都需要更加學習 例如在一些活動設計上 如何吸引小朋友去注意 或者一些言語上的技巧 這些都很直接影響到小朋友 幫我確定到 我是真的想向音樂教育這方面發展 而且他會讓我了解多了自己 了解多了自己的性格 長處或者短處 幫我去找回 之後我在工作裡的位置 發揮我的長處 其實藝術活動可以提供到很多不同的經驗 去給小朋友 都可以幫助小朋友去不同能力的發展 藝術創意其實基本上 是現在幼兒教育界的趨勢 所以我也相信 越來越多的幼稚園 他都很希望 幼兒藝術導師可以加入教學團隊 幼兒藝術導師其實加入了我們學校 其實都三個月左右 看到他的加入 令到整個教師團隊 在教學上出盡到交流 他亦都可以很清晰地透過一些音樂玩樂 讓小朋友可以體驗到音樂樂趣 所以我就看到幼兒藝術導師 加入我們幼稚園 對整個教師團隊 是有一個很正面的影響 在這一年裏 他們可以很親實地體會 究竟在學校裏 作為幼兒藝術導師 工作是怎樣 是否他自己理想的工作 是讓他們去體驗一下職場 以及如何處事做人 規劃自己的未來 所以這不是單單是一份工那麼簡單 到今aur� 中國今天晚上9多元 最非常職場 這是瓶子